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父妃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我刚才就是说到 在我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间 真的神每天掺拉着我的手 神每天的激励我 鼓励我 加我信心和力量 祂医治我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我在医院待的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在医院里 他唯一给我的用药 就是Panadol 就是止痛药 刚开始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疼 他就给我加强的止痛药 直到出院在这个康复医院 医生还说 你回去还得要吃止痛片 你还疼吗 我说疼是疼的 但是我自己会知道 其实我回到家以后 止痛片就没有吃过 疼吗 是疼的 但是在神的医治下 我是一天一天的进步 一天一天的有变化 真的在这个过程中间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就是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 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虽然我们说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他就是时时刻刻的 在我们最患难的时候 在我们最自己觉得沮丧 觉得无能的时候 主就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 主任医生也说 真的在你身上体现了一个特别神奇 他说你恢复的这么的好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神医治我 因为有一位医学的专家 说过这一句话 我们医生是医治病人的病 但是你的生命要靠你自己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神来掌管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神知道我们现在处境如何 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担当不起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特别感恩的就是 教会的弟兄姊妹牧师师母 你们为我带导 真的是给我力量 给我信心 特别是师母 他给我下载了很多牧者的 一些正道 所以在医院里 我唯一有更多的时间 我可以来亲近主 可以来祷告 可以来聆听牧者神的话语 这是我在医院里 觉得自己最最充实的 真的在这里自己也感觉 特别的亏欠 平时由于这个忙 那个忙有的时候就是 疏忽了与神亲近的这么一个 密切的默切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在这个康复医院的 这三个多星期中间 除了去康复治疗 顺下的时间我就能听到 我就能祷告 我就能唱诗 所以我这个时候心里真的是觉得 特别特别的平静 真的我一点都没有埋怨 因为这些护士什么 因为是那么长时间了 每天到你房间 四个小时一次量血压 量体温 量心活又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在我们的彼此交流中间 他们也夸奖我说是 nice lady 说我这是一个很nice的 连这个叫什么 送饭来的 然后是来清洁的这些阿姨 都跟他们打招呼 他就说你你的脸上总是smile 我总是微笑着 所以我是在想 真的我身体上确实是很疼痛 但是我自己在这个面对现实的时候 我自己应该怎么样正确去面对 唯一能面对的 我就是聆听神的话语 我要顺服他 就是配合医院的康复师的治疗 虽然刚刚在治疗的时候 我真的是忍受了这个疼痛的 我说我试试看 我慢一点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 叫你做的动作的 确实是会给我带来一些压力 但是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就好了 特别是在我到了康复医院第九天 好像是6月14号 牧师师母来看我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能够撑着支架 能够用受伤的这个脚 踮着脚已经能行走了 所以他们很多人看着我 都是觉得很神奇 真的 我不是仅仅就是靠了这个止痛片 最主要是靠神的话语 最主要是靠神的医治 神的大能大力拖住了我 所以我真的是在整个直到现在 整个一个治疗的过程中间 我的心里真是充满着平安 充满着喜乐 因为我对这句神的话语 特别特别的 就是时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要常常喜乐不住 祷告凡事谢恩 在遇到这样痛苦沮丧无能的时候 真的有那么多身边的弟兄姊妹们来 为我祷告帮助我 有这个神的话语来激励我 所以在这里的吧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恩 刚才有弟兄姊妹问我怎么样啊 我说真的相当好 今天又去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了 所以那些妇师看到我都特别的高兴 所以我真的是说 我要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 真的通过这件事情 自己心里感到最最亏欠的是 有的时候并没有爱主更深 并没有去爱我们身边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所以通过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立定心志 真的要爱主更深 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真的无论在这个遇到什么难处 无论是说这里忙那里忙 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来亲近神 因为你真有亲近神 与神保告与神沟通 所以我们的心里就是充满着平安 充满着喜乐 所以我就在这里特别特别感恩的 就是要说的 真的我们有了主 我们真的还要什么 我们有了主 真的主就是我们最最之心的朋友 因为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爱到底 真的从不让我们缺乏 所以我今天一边在讲的时候 真的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 所以我说只有感恩和赞美 主的一致是何等的浩大 他的恩典真是千言万语 真的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只有自己经历过了 自己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神是那么的奇妙 神是那么的伟大 所以我下周9月4号 我就要回教会了 非常想念大家 大家也非常想念我 我要和大家来个拥抱 我已经能够站起来了 能够行走了 所以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今天先讲到这里 其实我真的很多很多的见证 我慢慢的再一一的和大家分享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见证 看到他心里的欢喜快乐 从脸上就显出来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真是看到主在他身上的医治 在他身上的工作 我们不能不从心里欢呼我们的主 他是医治我们的神 他是照我们的主 他要保守我们的性命 保守眼中的同仁 他是我们的主必要 我们属他的 我们愿意交在他手中的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是突然的 是要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夯实 更加的见证出他的荣美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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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披封 谢谢大家 hits 打赏披封 王